在過去一個月我都經常相信 現在是以反彈為主 最主要原因就是剛剛你這麼說 其實我們一早就看到 美國的一些企業上面 你見到無論在這段業績期上面 或者業績期前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不斷都是說裁員 不請人 不想expand 都是以一些cut cost 的形式為主 但是正正因為這些cut cost 的動作 就是減成本的行為 令到他們短期來說在業績上面 的確說還能處理通脹的問題 整體的業績都叫做普遍盛餘期 但是有些cut cost 都夠理不到的公司 就是本身沒有穩定盈利能力的公司 其實這段美股上面 業績期上很多都跌不少 只不過就對比起叫做 Mega 企業 就對比Microsoft Amazon這些大型龍頭企業上面 他們面對到的問題 他們升上去的時候 在指數上你見不到這些東西 但是如果你看個別美股上面 其實很多沒有穩定盈利能力的股份 業績期間都趁著急跌 但是急跌完之後就沒有說 好像之前三四月 就是第一季業績那段時間 跌得那麼重傷 但是原因就是因為 之前已經跌下來而已 所以第一方面 美股如果你看市寬上面 就不是真的一個全面樂觀的狀況 一個月有說過 這輪美股的聲勢 有少少像去年年尾那段時間 上年年尾美股也一樣 只是升一些 Mega 的股份 升Tesla 那時候Amazon也不可以升得起 升Alphabet Microsoft這些大型的 蘋果這些 Mega 的股份 所以指數還在不斷地破定 但是在這段 period的時候 就是在這段時間 其實已經有很多 譬如 ARKK 這些 拿著很多 就是之前說的 我們比較擔心 覺得問題比較多 股份上面已經一早跌了下來 所以其實這段時間 我覺得引證反彈 我覺得 我仍未相信美股轉勢 主要是這個原因 但是事實上 如果這個技術走勢上面 近期很多聲音就說 美股是不是擺脫了熊市 甚至連納指都上回 技術性熊市區 區間上面 但是你要記住 指數入熊市 跌入技術性熊市的時候 不代表 一上回去 就遇過天青 你最多都是跟著短線技術走勢來講 站在技術性熊市區上面 然後再向上望 再穿 通常的問題才會出來 這個道理就好像港股 上年一樣 是25,000 25,000就是那些 歷史高位跌下來的 技術性熊市位 穿過 接著在去年10月的時間 一度抽升上去 但是你就要想 當時困擾著市況的基本因素 那些基本因素 有沒有改變 當時港股就是處於一個狀況 那些監管因素 沒有任何好轉跡象 同樣地 美股現在的狀況 我們唯一看到 就是聯儲局加息加慢了 通脹有機會見頂 但是企業的整體盈利能力 又或者說 未來的擴展速度 或者說通脹見頂 要小心 我們過去幾個月都有說過 未來 可能美國的CPI 只不過不會由一個 9%的數字 落下去 但到不到聯儲局的目標2% 我覺得都是很遙遠的事 最重要的是 純粹是環比上的影響 如果環比不斷地升上去 例如油價 按年來說 要保持10%以上的升幅 油價可能可能 8.2% 8.3% 8.4%都要見到 現在不是這個狀況 現在的狀況 只不過是通脹持續處 一個高水平 對比上年來說 有一個環比放緩的情況 但是物價的影響 都還是非常大 所以這個星期 美國的經濟數據 市場很關注就是 零售數據 因為其實市場覺得 最簡單的直接影響 就是零售市場 因為主要有兩個問題 第一方面就是油價的高企 以及利率上升 這兩方面都會直接影響 零售市場 因為很多美國的消費者 會首當其衝 入油入貴了 直接減少了 可以使用的可以知道 第二方面就是 公樓公貴了 同樣地 這兩個是直接影響 它們的消費力 最重要的因素 所以短線來說 在美股上 我自己看的都是像 技術反彈 但是技術反彈的勢頭 的確是比較狠的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短線看的話 你說一條上升櫃 保持在上升櫃樓上 你就繼續向上望 但是問題 再次一跌穿到 那些技術性的紅視位 你就要小心 所以我覺得 美股可能在說 如果我們看到很短線的話 暫時都可以的 可能甚至會跑贏廣股 但是如果你說 你拉長遠一點看的話 我覺得這些只不過是 通常紅一後的技術反彈 我覺得暫時來說 始終看不到太多跡象顯示 突然間 情況會有一個好轉狀況 所以我覺得 特別彈到這些水平的時候 如果你才要入市 就要更加要小心 簡單來說就是 阿奴覺得短線而言 反彈就未完 但是長線來說 他還是看淡 還有剛才提到上星期的通脹數據 令大家對加息的預期 就降了一些溫 但是看回那些利率期貨 其實現在的股 加50點子和加75點子 都是一半半左右 我想不同的言論一出台 或者接下來有不同的數據 其實這個利率期貨的顯示 大家的預期可能會變動得很快 也會 或者再補充一些 說到利率那一方面 其實當然 我們看完上星期的通脹數據 CPI、PPI 大家很關注 當然是9月份加多少 但其實我想 對於做長倉的投資者 你真的看長線 其實9月份加多少 是不是真的這麼重要 就不是 他們最關注的是什麼 究竟聯儲局加息 會加到什麼水平 他們才會停收 好 現在講最新的通脹數據 只是支持聯儲局 可能9月份 不需要一口 只加0.75點子 但是最終目標利率 仍然是2.5至4厘左右 列舉價格在那裡 為什麼長線那些 仍然是比較審慎一些 就是因為說 利率還要升至少1.5厘左右 這些水平 才叫做足夠 所以那些殺傷力 那些影響力 其實是未那麼快出現 當利率再升到1.5厘的時候 衰退那些問題 才會更加明顯 當然當時 那個水平的時候 可能油價會下降很多 因為經濟水退 但是簡單一點 對於長線投資者 他們想的態度就是 是不是聯儲局加息 控制通脹 全部下降 減息 那就OK 就是是不是這麼容易 去控制經濟 是的話 個個都去做央項行將 所以那個問題就是 這一刻市況上 其實真的不是太多 長線投資者看好的 所以你也看新聞上面很多說 這段時間 美股的升浪上面 是散戶反而 參與的佔比比較多 所以簡單一點 這段時間就是散戶 正在鬥大戶 短線來說 是的 因為有個momentum 出在力 但是不要忘記 就好像之前那些 叫做mimistock 的例子為例 有些迷茫股 一樣升很多 像GME那些 但過程其實 是不是沒有大戶 只不過就是一些 大戶的短線資金 可能用來做這些投資籌 它們反過來 可以反過來的很快 所以我覺得 暫時來說 美股上面短線 的確有個momentum 你說上升軌 保持著 沒有問題 但是問題一穿 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其實一個最簡單的指標 我覺得債息都很掛 現在你看看兩年期 和十年期 美國債息都很掛的情況 是非常非常之嚴重的 當然有些人說 因為聯儲局未來會 還會繼續加息 經濟只是短暫性衰退 但問題就是 用這個出發點來看 背後的道理就是 是不是真的這麼簡單 就是加息控制通脹 減息就刺激經濟 就是這麼容易去控制到 經濟的狀況下 是的話 這個世界不需要那麼多 經濟師 那些局長那麼容易做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還是會比較好 會比較好